记者林欣汉基隆报道 少此话趋势 基隆市奖励神域每胎补助2万元 明年编列5200多万元议算 但是议员多半认为不够 喊要再加码并增编育 而今天已提高市民神域议员 议员张芳丽和淑萍说 相信重赏之下 基隆人口突破50万人 只日可待 民政处长王于森表示 生育奖励经各县市价码不一 但全国都出现虚幻现象 他认为一次性的奖励 一国多支有待检讨 也有向中央反映 长远没有显著效果 将跨局处协调 搭配其他津贴 零碎教育 托育补助等相关配套 建构基隆完整的人口政策 是一位今天审查民政处 明年度预算 明年将编列5200多万元 鼓励生育 每胎补助2万元 大多数议员都认为 在少此话影响下 不是补贴2万元 就可以要年轻人生孩子 不但不够还要加码 张芳丽说 怀胎10月 生产作月季 从零岁起胎脚 补助10万元都还太少 如果补助20万元 还有点 又阴 基隆人口很快 就能突破50万人 何淑萍也说 一个小孩生下来到长大 至少花掉一辆马 沙拉蒂跑车的钱 除了奖励神域 也要有配套完整的育儿政策 例如台北市补助幼儿上私立幼儿园 这才是实质的 2万元光奶粉 尿不用两个月都不够 议员陈东才 洪森永说 是否可向忠 央建议是县市财政编列 比照老人年金 全国统一发放 就不会有很多市民 住在基隆 户口却积极在台北 桃园 令较佳的补助 王于森指出 统计基隆近年新生儿出生数 每年在2000到2500人不等 虽然人口有成长 但在全国排名 还是不及其他县市 是否努力撮合 加偶来刺激人口成长 去年第一次举办的未婚联谊 牵扯11对新人活动办的成功 结果不少家长反应 要增加更多名额